推动社区在地产业物丰农会和四德社区 水保局等众多单位合作之下 是运用社区传统产业黑木耳 研发出多糖体面膜 将黑木耳的价值充分利用不浪费 最近积极曝光打响知名度 会预计在年底以新包装亮相上市做准备 而清水福气社区则是运用在地资源 推动生肠双老家庭服务关怀据点 并且举办发表会 展现练习已久的成果 让大家看见他们的改变 社区妈妈在舞台上准备就绪 要为这场黑木耳附加产品行销活动来热闹开场 水保局最近积极推动跨域合作的模式 乌丰四德社区就和农会亚洲大学等多个单位 共同研发黑木耳面膜 这天更是举办推广活动 从农民的一个生产 包括农会 我们农会的一个扶导 到我们政府部门 包括水保局 包括农事所 包括农养署的部分 到学术单位 我们希望把它原来传统的这个物类 尤其是黑木耳这样的传统的产业 透过产官宣的合作 让它再去研发 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这个树在这里 因为我们有这个核域和我们的核域 黑木耳在这几年其实受到消费者很大的喜爱 因为它的养生和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有一些下脚料 我们是可以用来做更生物科技上的应用 活动现场不仅有各社区展示自家的特色之外 主办单位也让民众带太空包回家养黑木耳 希望借此推广黑木耳的好处 而清水福气社区则是运用在地资源 推动肾脏双老家庭服务关怀据点 组织成长之后 我们今年要搬到了另外两个新开的点 这新开的点很多设施设备 其实我们也需要借此机会 让更多人知道能够一起 因为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我们福气社区学会 希望大家一起也能够来供植福田 可以给我们一些各方面人力物力金钱方面的资助 活动我们办到今年是第五年 这五年来我们很认真的在做社区照顾 社区教育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社区加年华 我们希望社区的照顾跟社区的教育 能够在地生根 发展社区产业固然重要 但社区中的关怀照顾功能也不可少 清水福气社区这天举办成果加年华会 展现身心障碍双老家庭练习已久的成果 也让大家看见他们的努力与改变 记者陈庄安台中采访报导